自从上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中国一通臭骂之后 他后面就去了欧洲开始访问 但是给我的感觉 这美国人的外交 他就是狗献门帘子 他是拿嘴对付 大家好 我是磊哥 自从上次中国外交天团在美国的地盘阿拉斯加 把美国国务卿是一顿臭骂之后 中美两国都没闲着 王毅回到中国之后 就在桂林会见了俄罗斯的外长 双方会谈之后 俄罗斯外长还乘上了游艇 感受了一把桂林山水假天下 这次中俄双方的会谈再次强调了 两国互相尊重 互相信任的战略协作关系 俄罗斯外长直接就说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水平 之后两国还发表了联合的声明 这次会谈中中俄两国就是给美国上了一课 告诉你美国人怎么堂堂正正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俄两国正式对外宣布加强盟友关系之后 美国直接就慌了 就在俄罗斯外长访问中国的同一天 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就说 美国希望继续加强和中国的直接对话 好吗 还想被骂 而在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上 美方当时的态度 那所有的准备就是要跟中国搞敌对立场的 之后又过两天 王毅外长马不停蹄又开始出访中东六国 在王毅外长每到一个中东国家就能谈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这里面最大的一项就是和伊朗签署了长达25年的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除此之外 中国在阿联酋宣布合作建设疫苗冠装工厂 并且还要在阿联酋设立中国疫苗接种点 其实在这之前 阿联酋就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接种中国疫苗了 还记得当时英国富人花钱跑到阿联酋接种中国疫苗的事吗 之后王毅外长又来到了阿曼 并且和阿曼谈了中国与海和会自贸区的事 从目前王毅外长的行程来看 每一个行程都能谈出实质性的东西 中国这一带一路的项目上朋友是越来越多 而美国这边 布林肯在阿拉斯加挨了中国的骂之后 跑到欧洲了 布林肯在欧洲谈到什么东西了吗 谈出什么结果了吗 狗屁成绩都没有 他本来想修复一下和欧盟的关系 妄图拉拢欧盟里面 他自己认为是朋友的 然后来搞中国 结果布林肯依然是用恐吓的方式警告德国的北溪二号必须得停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中国和俄罗斯伊朗都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而且和中东国家还有东盟国家都加强了合作 而美国这边除了加拿大日本英国这三条狗以外 澳洲已经被中国打成半残了 印度在边境撤军之后也不敢冒头了 欧盟现在对于美国是非常警惕的 从德国法国的表态来看 很明显不愿意再跟着美国走了 至于布林肯这次欧洲之行 最后特地还说了句话 他说我们美国不会逼着欧盟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但是中国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跟繁荣 威胁到民主了 到底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威胁 不就是你美国老吗 让欧盟离中国远点 离俄罗斯远点 但是北溪二号你得给我停 德国从哪买天然气象 你美国离着十万八千里天天就是口惠实不至 狗献门帘子拿嘴对付 然后就是俄罗斯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 欧盟很清楚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从这次布林肯访问欧洲就可以看出 美国现在是进入了外交困境了 而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拜登在26号跟英国杂毛首相通话中表示 他们也想搞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美其名曰民主自由的一带一路 而且他们还想跟中国竞争 看到这个消息我都快乐死了 美国自己国内的基础建设 那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一条高铁都建不起来 地铁改造都要靠中国 所有的重型设备也都来自于中国 就这德行 你拿什么玩意给别人建设呀 美国从二战之后干的最多的事 那就是在全世界当拆钱队 而且是强拆的那种连人一块买 中东让美国炸了个烂七八糟 我看美国也就只剩下强调民主了 还民主国家一带一路扯犊子吗 这不是 拜登这话就相当于承认了 中国一带一路的巨大成就 毕竟这是近二十年来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建设项目了 而美国咱们就以加州的高铁为例 从2008年决定建设开始十多年过去了 本来想的挺好 说的挺遵 鬼话的那是相当漂亮 结果现在主要建设就是这个图里面 只剩下那个化绿圈的那小段 其他的全都取消了 不连接任何的主要城市 而且这一小段高铁只连接了两个葡萄的主产区 而人家拜登老爷子上台之后 那绝对是信鼻天高 直接要投入15亿美元 用于美国的铁路建设 这笔钱在加州铁路的预算里面 连0.1%的预算都不到 而拜登老爷子还要当做这是美国第二次铁路大革命 那真的是信鼻天高 命鼻直薄 加州的高铁项目修了12年 规划的10%都没有完成 成本预算是每年翻着番的往上涨 建设方不断的要求追加投资 美国政府投入的钱是增加了好几倍 结果钱都花干净了 事没办成 项目变成了无底洞 最后烂尾收场 所以美国说要搞一带一路 我只能是认为好家伙 这孩子今天没吃药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世界的贸易圈分成了三大块 欧盟 亚洲 美洲 而中国成为了越来越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美国人搞中国 搞俄罗斯 搞伊朗 你搞我们是吧 好 我们直接结盟 你美国单方面的制裁 那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反正我们怎么做 你们都要泼脏水 搞制裁 那我们只好结盟了 感谢美国为中国的国际合作事业 添砖加瓦呀 美国现在的外交战略呀 给我的感觉就四个字 无能全废 去年美国用新冠源头给中国泼脏水 今年又给新疆泼脏水 从这两件事来看啊 很明显美国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中国的弱点了 可以用来作为抓手来攻击中国 所以没办法只剩下造谣这一条路可走了 而依靠造谣来攻击中国 最终消耗的是美国的国际信誉 这样会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你美国是避而远之 从中美两国的外交战略来看 中国完生 美国完败 现在时间啊 就在我们这一方 中国的崛起是势不可挡 你美国人党 我就从你脸上压过去 就在我们这一方 好